那么现在人 只知道照顾自己 不知道照顾别人 自私自利 实在是 自私是真的 自利是假的 自私的人 怎么会得到利益 哪有这种道理 这个事情 修复的人要搞清楚 搞明白 利他才能 真正自利 不利他就不知道自利 诸佛如来 只有一个念头 利他 所以他自己得到 究竟圆满的智慧 知德 断德 恩德 这三种德 他都 约满 这三种德都叫功德 所以 所以凡夫 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自利 他自以为是自利 其实 其实 他是自己 伤害自己 那你是自利 啊 旧的人 知道自利 知道利他 啊 一定是心自利 后利他 啊 心自利 要从断德下手 把一切不善的 邪悟的 统统断掉 远离掉 啊 七心动念 与信德相应 在佛法里面讲呢 与十善相应 与无界相应 与六度相应 与六合相应 这成就大德了 迷失自信的人 他的思想 见解 言行 跟这个 完全相反 啊 跟无 是这样相反 就是说我 跟无界相反 就是破解 跟六度相反 违背 菩萨心 他走到哪里去了 他走到三无道去了 那么在中国 儒家 这传统谋画里面 与德相应 是无能 无常 四为 八德 这样 也是信德 那么现在人 有没有呢 不能说没有 很少 啊 冷场 没有了 社会乱流啊 冷场 是国家 是国家大智 社会 享和的 大根大本 这个东西 要是没有了 社会就大乱 灾难就会兴起 为什么呢 不善的 不善的 心心之所感召 这么来的 特别在大乘佛法 可以说 对整个宇宙 万事万物 李斯 英虎 都讲得 非常透彻 讲明白了 这个明白 就是看不破了 佛帮助我们 只能帮助到自己 明白之后 自己要放下 这就是 修行 在过人 啊 老师教你 只达到 圆满的 心结 后头 行正 要靠自己 啊 老师为我们 启发 我们自己的 正感 啊 如果有幸 有解 自己没有 去做到 那 谈不上 功夫 谈不上 实德 啊 实实 实实在在 啊 没有实德 那 谈不上 有功夫了 啊 得世界名利 可以得到一些 与 了生死 出三戒 不相干 那么他就变成了 事法 他不是出事法